前两天去街的时候买了一大堆东西 有兴趣知道我买了什么的朋友就记得继续留意收睇 Hello 大家好 我是Brigitte 欢迎回到我频道 今天会和大家过通我前两天的战利品 首先我们谈谈衣服 我买了很多衣服 第一件就是 Kanzer的一件外套 我觉得它的形状很有趣 它好像牛仔的线 但它的纹是挺特别的 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也挺喜欢Kanzer的衣服 因为第一 它的款式真的挺漂亮 第二 它用料不错 它的质地挺舒服 它这件不太厚 所以很适合春天或秋天来穿 这套很可爱 也是Kanzer的 大眼睛 它是有一件外套 还有一条褲 是买给我的女儿的 它大一点就能穿 好可爱 这套很可爱 我买了一件T恤 我买了一件T恤 给自己 来衬 它 很可爱 它颜色又漂亮 我也很喜欢 稍后我们可以一起穿 这件也是Kanzer 你看它的圈子 很花蜜 很厚 我很喜欢这件 它有很多东西 除了Kanzer之外 又有NYC NYC NYC Kanzer Express FREEDOM Paris Kanzer 很多东西 它花到来 我觉得很可爱 平常我喜欢一些 简直一点 没有那么花的T恤 但我看到它的时候 我觉得很可爱 所以我也忍不住买了 好了 还有 买了一件Night的T恤 粉红色 其实这个是桃红色 我是很喜欢桃红色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还有一条 Night的短裤 刚刚我做运动的时候 它是用跑步的 Night running 短裤 它这条裤后面有个拉链 你开了这个拉链 可以放一些链 或者可以放一支 潤唇膏 都配合到 还有这两件衣服 是不是很搞笑 它是John Galliano so cute 它上面又有lace 下面又有lace 我觉得很可爱 都是买给我女的 最后一件 也是John Galliano 就是这样的 都很可爱 都很漂亮 这一枝大家都应该很熟悉 就是Dior Added的 Lip Glow 它的润唇膏 我回购了不知多少千次 不是说笑 很喜欢它这枝润唇膏 它是变色的 我买了 pink 001号色 它这枝的包装真的很漂亮 其实Dior的所有包装都很漂亮 很精彩 很有女人味 所以我很喜欢Dior的包装 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像我一样 长期坐在这里 对电脑 或者看电话 然后 腰骨 和肩颈位置 都会很痛 再加上我经常抱我女儿 所以我的 其实我全身都很痛 这么常用它 这一个热疗 书筒 真的挺不错 它是发热 然后就持续到18小时 那 如果日常时我不成 在晚上就开始用 只 self-ddon't fit 到它不在热的時候才能脱臉 还会 BEAR 这一扉只有8小时 平时是用开这 Part 2 未適用我这售 所以 تعused 里面試一试 因为是我背 DO的 肩膀和肩膀的位置 經常都很痛 所以我打算買來試試 一包有2個 一包有3個 這包有3塊 這包我完結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腰腰不太累 是比較鬆 所以我才繼續買 大家都應該知道近期 Hermes推出了唇膏 然後人們在搶 我去過專門店的時候 SA跟我說 排長龍排到瘋了 當然我不會這麼瘋去排隊 因為我很不喜歡排隊 所以不要搞我 雖然我也想早點去 因為3月4日已經退出 但我真的不想跟別人爭 所以我剛剛才去 去到的時候 就剩下不太多顏色 As expected 我選了2個顏色 一隻是Matte 就是霧面 另一隻是斷面 Satin 我今天不會想像 但我會放一些Swatches 在這裡 讓大家看到不同顏色 塗上手的效果 還有他們的名字 其實很多人都以為 Hermes是第一次推出唇膏 但其實不是 它們之前已經推出過一次 但只剩下一個顏色 然後就剩下了 就沒有了 現在一推出就有很多顏色 很多不同的選擇 我開來給大家看看 它的盒子是這樣的 我這一支是Rose Lipstick 40號色 Satin 哇 一如以往 它們的包裝都是 這麼漂亮 它很標準的橙色盒 然後你開了它 它還有一個布袋 例如保護那支唇膏 你就不會怕它 卡花 我拿一支唇膏出來給大家看看 它是這樣的 它上面刁黑了Hermes的最標準的印記 上面這個位置和下面這個位置都是金屬 還有它是磁石 關得很緊的 大家看到我一放手 它們就放在一起了 所以不用怕它關得不緊 你把它扭出來的時候 每一支唇膏 這個位置 都黑了Hermes 在上面 我很喜歡 Rose Lipstick唇膏粉 這個顏色 它的包袋和衣服 都有唇膏粉 所以我一看到 唇膏也有唇膏粉 有唇膏粉 有唇膏粉 當然要快買 我試上手給大家看看 是不是很漂亮呢 我自己很喜歡這隻顏色 第二支就是這支 Rouge Bleu 68號色 它是Matte 即是霧面的 我給大家看看 這一支 它是帶有藍色 帶有試上手 給大家看看 我在專門店試上手的時候 不是開玩笑 我是嘩了一聲 我覺得是非常漂亮 而且它很顯白 所以我超級 超級喜歡這一支 而我覺得它的霧面顏色 比起那些Satin 斷面的顏色 做得更加更加好 試了它不同顏色之後 我覺得真的做得非常有水準 沒有辜負我期望 它是可以補充的 就好像三百多元 你只補充中間這個位置 你可以保留它 只換中間深 就可以了 我覺得它三百多元 真的蠻合理的 最後說的兩件事 都是HERMES 這個 拆開給大家看看 就是它的 珠鼻鏈 它是銀 很簡單 我就是喜歡它簡單 很容易襯衣 我覺得挺漂亮 我挺喜歡 它還有一個袋子 所以可以放回它 可以保護一下它 讓它沒那麼容易生瘦 最後的這件事 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呢 其實它是一個袋子 但我打算和大家做一個 unboxing 就不插給大家看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它是一個袋子 還是插給你們 裝一下呢 好啦 讓你們裝一點 裝一下好了 讓你們看一下 是這個顏色 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 這東西 是一個 mini的 bindy袋 好啦 是這麼多 不要掃太多 雖然都掃了給你們看 好啦 現在開了 我就做不到unboxing了 或者下次 遲些 有機會跟大家做一個 review 或者什麼都好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還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和facebook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